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像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11月7号礼拜五 台股上涨21点 48912点量能萎缩 量能持续做萎缩 676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内行看门到外行看 那我们大概已经跟大家讲 大概一两个礼拜了 我们说台股 接下来走势有两种 一种适量说做整理 指数的空间可能只有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再涨有限 第二个方式就是比较弱势的 拉回打第二只脚 大概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所以近期 我这样讲好了 近期从上个礼拜到 投票选举前 大概这两三个礼拜 接下来这两三个礼拜 你应该听到我每天的解盘 就告诉你台股拉回量说 成家量会让你看到六七百亿 甚至五六百亿都跑不掉 今天我不想要各位亲爱的朋友 盘中你有没有看盘 早盘台股的预估量大概是六百三十亿 早盘的预估量大概是六百三十亿 后来盘中往下杀 杀到十点左右再拉起来 因为他上冲下息 所以让今天台股的量 有六百七十六亿元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盘中杀到十点 再从十点拉到将近十一点 专期间的上下震荡 你上下震荡才能够把量人拱起来 没错 如果不是因为今天盘中的上下震荡 那投票今天早盘一股量 大概只有六百三十亿而已 大概只有六百三十亿 投票 我想表达 就是说 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月的拟定 操作策略先把它拟定出来 这个月的拟定 我的基本上 我的操作是比较偏向在传统股 传产股 然后对于所谓的电子股 相对我比较保守 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本坡 我对于所谓的电子股 我比较相对保守 那我比较看好传产 传产接下来的走势 我认为大概都是 走三步退两步 走三步退两步 那电子股大概是 走两步退三步 知道我想表达的 传统股 传产股大概是 传产 大概是 涨三步 退一到两步 就算缓步电上去 电子股大概是 走两步退三步 所以电子股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 基本上在这个时候 到选举投票前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量能委说 对于高价类股不利 对于金融股不利 对于所谓的全职大的这些 赞全职的不利 老师 今天大力光很强啊 今天汉维科很强啊 你讲的不对啊 投票 你要去想啊 前几天他们跌啊 前几天他们跌啊 所以高价类股啊 大概就是涨两步退三步了 走两步退三步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操作策略 你如何去弥定 因为台股不会大跌 台股它大概就是盘整 那盘整大概就是到 到月底啊 那你要强短的人 你就是几档几跌反向操作 那投票 我冒面好奇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一个月不操作 会不会怎样 怎么有投票老师 叫人家一个月不要操作 我只是周末嘛 我们来聊天嘛 你能不能一个月不要出手 你能不能一个月去买 一个所谓的跨时代变革的体裁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说选股有几种 一种是跨时代的变革 像护港通 老师 现在谁在跟你讲护港通啊 对啊 股票没有涨 就不会有人跟你讲护港通啊 股票前几天涨到九千点 大家就看你上看万点嘛 做人何必那么贪婪呢 应该是说做人何必 我不想得 你为什么想听林鸿向的节目呢 我常讲一句话 行情看对请您多鼓励啊 行情看错请您多包含啊 我林鸿向会对啊 我林鸿向也会错啦 其实在资本市场看错很正常啊 只是我不会用很夸张很夸大的话去跟你解盘啊 平心而言啊 我不会用很夸张很夸大 今天不买明天你会后悔 然后什么买在最佳起掌点啊 未来还有一千点啊 这款我都说不出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 身为一个分析师还是有他某些的社会道德责任啊 人都会犯错啦 但是人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情啊 在资本市场你一定会看错 设停损 重新再来就好 但是做人不能昧着他的专业知识 昧着他的良心去解盘啊 这是我想表达的 我讲这个太严肃了 好投票 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是说 如果一个月不看盘你会不会怎样 老是什么一个月不要看盘 这样就浪费会期啊 这样子投票不是要每天冲来冲去吗 对啊 因为你觉得每天都要冲来冲去啊 你觉得这叫做浪费会期啊 你觉得现在叫做美行情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 你的起心动念基本上 其实是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害了你 股票我们这样讲 股票如果成如破浪理论所讲的 虽然我认为台股没有破浪理论嘛 我只是用破浪理论概念 如果破浪理论它是一个上涨 12345拉回ABC 就类似我们讲的 自然界的运作 自然界的运作一定是有它的循环 它的cycle嘛 自然界的运作一定有它的cycle 那我想表达是说 如果自然界的循环跟cycle 它一定是有例如说 涨的时候你要买嘛 底的时候你要卖嘛 它有盘整期嘛 它有盘整盘盘整期 春夏秋跟秋收冬场嘛 没错嘛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跟循环 那我的表达是说 超多股票它本来就有盘整盘的嘛 三分之一的时间上涨 三分之一的时间下跌 三分之一的时间盘整嘛 那盘整它本来就是训练 培养你或者是训练你 或者是让你能够适度的停看厅嘛 不是吗 本来就适度的停看厅嘛 那这个就像你在 假设你今天开车 从上班下班回家听广播 你一定会遇到红利灯的嘛 你本来就是红灯你要休息嘛 这本来就很正常的啊 股票不是这样子吗 人生不是这样子吗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好那投票我在冒昧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请你一个月不要操作股票 你会不会怎样 老师不行啊 我有股癌啊 那如果做期货的人会告诉你 大家每天一定要看一分K 何必何苦找罪受呢 投票讲的不是这样子吗 何苦找罪受呢 何苦把自己情绪那么惊呢 我在好奇问你一个问题 问最后一次问题 如果请你一个月不要看股票 你会不会怎样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还是很诚恳建议你 很诚恳建议你 也许这个月会大涨 也许会大跌啊 也许像我讲的盘整盘啊 那如果你可以一个月看盘而不下单 其实对你也是一种 一种应该说你的定性的一个磨练嘛 就是这样子嘛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营业员都不用吃饭了 这个讲的是比较夸张严肃的话 我今天想表达是说 如果 如果 假设 大盘他进入一个盘整盘 尖比较我会接你去卡位 所谓的跨时代变革的产品 跨时代变革的东西 像护港通 上海交易所跟香港交易所 护港通 他对于未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 人民币 他是一个跨时代的演变 这种东西你不用去期待 你马上卡位 他会大涨 不会 这个我讲过 但是他着眼的是未来 可能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整个中国大陆资本市场 他会做怎样的改变 就像我们告诉你的 接下来 五到 接下来三到五年 好 接下来三到五年 全世界会因为LED室内照明 而造成LED这个产业的大变革 好 全世界啦 你说LED这一块 他已经经过早期的背光源 背光源就像我们讲的 Notebook 电视 手机这种背光源 易经荧幕 到后来的 例如说广告看板 路灯 这种户外照明 一条意思 户外照明 路灯 广告看板 或者是 这些LED的户外照明 蛮多的 那渐渐的会变到室内照明 那 他事实上 他代表是 他的照明设备的功率 跟他的应该是说亮度 整个品质的稳定性 会越来越高 就像我们手机画素一样 从早期的30万画素 投票 手机一开始出来是30万画素吗 还是50万 我记得应该是30万了 在大概几年前 七八年前吧 手机大概是七八年前吧 没错吧 第一支手机 有相机大概几年前 七八年前吧 应该七八年前还是八九年前了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30万画素 你拍那个人影 拍那个照片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影像 好 当手机在30万画素的时候 你说手机镜头大家都能够 沾到边吗 你说大力光也赚钱 浴金光也赚钱 很多手机只要做数位相机的 几乎都是能够赚到钱吗 但是等到你30万画素 50万画素 到后来的200万 手机有 我指的是手机 500万画素 200万画素 500万画素 到现在800万画素 甚至1200万 1300万画素 基本上你就看到 几乎是大力光全拿 全吃吗 你说浴金光 他可能就没办法了 当初浴金光在几年前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月线调出来好了 浴金光在民国 等一下 民国99年的时候 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 浴金光在民国100年 1月28号股价曾经411块 3008大力光在民国100年 1月28号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是836 836 浴金光是400多 两个股价差一倍 两个股价差一倍 那是民国100年1月 好 各位现在投票 后来大力光股价最高 是2640块 2640块 浴金光本坡的高点是多少 浴金光本坡的高点 我看一下 123.5 一个26 一个123.5 差几倍 差25倍吧 20几倍 当初的两倍 现在价差差20几倍 和朋友在跟你聊什么 我在跟你讲说 当你的LED照明这一块 它一开始从背光源 好到后来 背光源就像 Notebook嘛 然后电脑荧幕嘛 电视荧幕嘛 这种背光源 到后来的 户外照明 像LED 电灯 LED 户外看板 广告看板 或者现在大概在讲的 有达切入奥迪的这些 高级房车的LED荧幕 你可以去看到 LED现在市场 近利这一块 大家股价不会差很多 经电股价才多少 朋友 经电股价也才 50几而已 50块左右 那你去看一些其他 其他 应该是说二线的厂商 那股价可能是 十几块 二十几块 十几块 二十几块 三几块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当如果有一天 LED 它跨入到室内照明 当整个欧美地区 北美 欧美 加拿大 这些 欧洲这些 整个 强制 钛换白智灯 改成室内照明的时候 那时候LED的 金利的 股王 跟二线厂商 三线厂商 它的股价就会拉开了 它就拉开了 这就像刚才 我跟你讲的 当你手机像素 只有 只有三十万画素 五十万画素 一百万画素 两百万画素的时候 大家股价可能只差一倍 差两倍 但是当你像素要求到 五百万画素 八百万画素 一千三百万画素的时候 那就变成 大者很难 大者很难 像联发科也是一样 联发科 你说他现在在中国大陆 几乎低价之类手机 都是他的天下 虽然他毛利率 有点下降 但是他也是他的天下 你说Intel Intel结合展现又怎样 Intel结合展现又怎样 Intel它是PC 它并不是行动装饰的 应该是说龙头 不是吗 连高通在中国大陆 都没办法跟联发科 像抗衡的话 那 它就是赢者圈 所以LED来讲的话 我今天想跟你表达的是 今天你看好LED室内照明 我今天 是要跟你聊一个概念 如果大盘 它是一个横盘整理将近一个月 那 我用比较开玩笑口吻 你能不能一个月不看盘 不操作 老师 不行了 好啊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刚才讲过 电子股可能是走两步退三步 那传产股可能是 退两步进三步 所以相对而言 你应该是在传产股的时候 几长几点 反强操作 地润会比较大 那如果你觉得 老师 你去看跨时代商机 我今天闹了一大圈 事实上 我今天的主轴 只是想跟大家去讲 股市跟我们人的作息一样 晚上十二点 该睡掉了 你就去睡觉 老师十二点太晚了 我可能都十点就睡觉 好啦 该睡觉的时候 你就该睡觉 早上太阳很大 该起床工作 你就该起床上班工作了 你生活规律 你人才会健康 股市不是本 本来就是它会涨跟跌跟盘整 本来就有天经地义了 我今天想表达 它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了 你不用去每天解盘说 这支K棒代表什么艺术 它能不能站上月线 它能不能站上季线 它能不能站上半年线 量能有没有放大 量能有没有比五日均线来的大 量能有没有比十日均线来的大 量能有没有比月线 二十均线来的大 看那么细 我不反对啦 但是够累了 有时候盘 该看得很仔细的时候 你要看得很仔细 像头部跟底部的时候 你要看得很仔细 你就要看得很仔细 有时候人要试着糊涂 试着大而化之 像这种盘整盘 你就试着糊涂 试着大而化之 只是你个人心态能不能调整而已 调整成功 恭喜你 调整不成功 你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所以今天解盘 跟过去一个礼拜已经讲完了 大盘短时间没有多大的行情 最乐观 可能一百点两百点三百点 比较不乐观 因为它已经反弹了一点五了 所以它可以具备 拉回打第二只脚的权利 所以拉回找买点 就看你要怎样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盘不需要特别解压 就这样子 量说 你要避开高加累股 再次强调 量说你要避开高加累股 高加累股只有两档例外 一档是二十五式的联发科 因为它不是平概股 还有二三一七红海 红海是所有平概股里面例外的 其他虽然今天可乘财报不错 虽然今天可乘营收很好 但是可乘已经率先做反应了 还有Tesla电动车请您务必 务必小心 虽然今天维生表现不错 虽然今天的核大表现不错 虽然今天的测房店表现不错 就说一些Tesla电动车今天表现不错 因为Tesla的未来它可能会整个营收大八八 但是我还是忠言逆 Tesla电动车请您务必保守保守 再保守 那过去我们告诉你的2439的美律 我们说头部已经形成了反弹都是卖点 今天美律已经杀大跌停板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至于传统的传统的什么汽车领主件 保险感 车灯 这些我反而是比较看好的 为什么 因为北美地区要下雪了 所以北美地区的汽车售后服务 这一块领域整个商机会到爆发 以及现在市场都在一直在讲的 中国大陆阿里巴巴的双棍节 所以物流体系请您务必做留意 尤其在石油 石油价格不是下降吗 对啊 石油价格下降啊 所以你对每天在路上跑的 路上跑的物流体系 它应该是受惠嘛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今天周末 里里喳喳讲了一大堆 只是想告诉大家 超多股票你应该顺势而为 就是这样子 大盘目前不是多头 也不是空头 目前是量说盘整盘 所以你就跟着盘整盘做观望 霓虹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我们下礼拜正式上课 下个礼拜天正式上课 这是我们2014年最后一次上课 希望大盘拉回千叠 你有些收获 这次上课跟过去最大不同 再次强调 我们还有附上盘后教学 还有盘后教学 那这次应该是说这1000点下来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句话 当跌倒的时候 不要急着趴起来 看看地上有怎样的宝石 有怎样的钻石 或者石头都可以 你可以剪的把它剪起来 成为你未来成功 在股市里面 获胜很重要的垫脚石 如果你做得到 恭喜你 你打开你股票视野 你会成功 如果你还是想天明盘 那比较辛苦一点点 好不好 林红象 经典技术分析班 我们下礼拜正式上课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象 下半段大概剩下五分钟 今天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 大概都在讲 法说的内容 财报内容 不管是联发科 联发科 高价类股 目前我认为 未来领头羊 在联发科 跟鸿海 上半段我们稍微提过 至于平概股 像可乘 大力光 这些平概股 我个人觉得 反弹卖压都是很大 层层卖压 台积电 它已经率先天前洗了 所以台积电 应该只是在这边 扑解扑解 金融股 它是一个控盘工具 选举到的 所以金融股不会大涨 也不会大跌 电子股大概就是 涨两步退三步 电子股 涨两步退三步 然后传产股 它会退两步进三步 所以 传产股 股本比较小 就算传产股 退两步进三步 大盘还是没办法被它带动 就是这样 所以传产股来讲的话 这边已经拉回修正比较久了 在大盘 无主流的情况之下 资金会寻找适度的避风港 所以传探股目前我比较看好的是 汽车相关领主件 物流体系 这个请大家去留意 这个已经讲很多次了 好 那近期法说 法说 电发科刚才我们讲过了 近期虽然中国大陆 它成立一些 应该是说 不管是国外的这些 IC设计公司 要跟中国大陆去合作 然后去 跟 联发科抗衡 原则上 短时间 我不否认未来 三到五年 它可能有影响性 但是短时间 毕竟联发科 还是它的天下 那毛利率比较低 这个已经讲过 这个是 低价智慧型手机 未来的趋势 以目前联发科来讲的话 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还没有人 能够去撼动它的地位 所以联发科 它应该是 可以适度的 是本坡的 高价类股 的领头羊 那全子股 应该是在 红海了 再次强调 拼盖股 反弹 套劳卖牙很大 因为那是前一坡 一千点 让台股散户 最高的 凶手 所以上去都会 层层卖压 Tesla电动车 已经有点开始 力都不涨的 所以Tesla电动车 这些高阶电子零组件 请您反弹 记得 风高做减码 风高做减码 应该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 高科技产品 像 3D列印 或者去年的 4G网通概念股 今年的Tesla电动车 概念股 大概就是一次走一波 Tesla电动车 我认为 大概已经反应完了 所以请您稍微 稍微避开一点点了 好 那近期很多人在讲 不管是3665的 F帽连 或者 2231的 维生 或者是 1536的 核大 整个形态头部都已经慢慢的做 盘整 整个形态都已经慢慢做盘整 除非它未来营收能够大幅度的拉抬 如果没办法拉抬的话 Tesla电动车这个题材已经走一两年了 请您小心一点点 至于手机相关零组件来讲的话 2439的美率 我个人觉得 就像刚才讲的 上面已经盘整很久 很长的头部了 所以反弹 请您务必做解码 不要摊平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 5657 林红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我们下礼拜正式上课 好 我们报名截止日到下个礼拜四 下个礼拜四 我们报名截止 然后 希望 很多人问我们这堂课 需不需要很高深的软体 不用 你不用软体 你也不需要学过任何的技术分析 你一定听得懂 我可以跟你讲 你一定听得懂 你不需要可以学KD SI MACD 你也不需要用很复杂的软体 都不需要 老师 我只有国中毕业 国小毕业 一样都听得懂 老师 我50岁 60岁 70岁 一样都听得懂 不管你几岁 50岁 60岁 70岁 你都听得懂 不管你是听国语 台语 还是 任 anyway 简单的说 只要你愿意来上课 我保证 你一定听得懂 很简单 江湖 一串 公伙 没得 三分钱 只是 你有没有遇到 有人愿意跟你讲而已 好不好 林红像 经典技术分析班 我们下礼拜 正式上课 希望你好好把握 做出你 操作顺利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